hello 兩世紀 天天都個新 大家好 我是Lay 今天來看伯恩帝人對上波士人 這場比賽是紅油杯預選賽的黃金之流 好 先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發向伯恩帝人特色 伯恩帝人特色呢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進行經濟升級 而且還有直播上的優勢 遊俠的部分也是半價的 馬舟科技也都是半價的 所以非常的快 那他的城堡時代時候呢 重裝騎士了 還可以直接升級 所以到地龍時代可以直接點遊俠 非常快速 那伯恩帝人後期還有伯恩帝葡萄園 所以大量農田也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後期斷金的問題也不是那麼的嚴重 那接下來看波士人 波士人他的城鎮中心跟馬舟的工作效率都有加成 所以在海路混合圖的時候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後期他是有薩瓦爾獨特的升級遊俠科技 而且他是擁有大洛馬重裝駱駝的一個特殊文明 大洛馬遊俠還有重裝駱駝 三攻三把品種跟踪技術要什麼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波士人其實也很適合新手去練 波士人他的槍兵是滿的 但是他並沒有雙手建兵 後期可以考慮走這個馬工 或者是走火槍兵火炮都是可以考慮的 算是可以點下銀罐波士工兵 即使斷金了也可以存一堆工兵 進行騷擾或是進攻 在這張地圖來說 如果金拿不到波士也有自己沒有黃金兵的打法 這邊怎麼都溜得進去 這裡有洞欸 哇靠這裡直接抓掉了 一吋之後又拿一吋兩吋拿下 ACCM開局就被Doubt給打到頭破血流了嗎 好ACCM這邊兩隻槍兵 來 好把這個洞堵起來了 哇這個真的是 太尷尬了吧 他沒有拉到底嗎 這個怎麼會有洞呢 這個是穿牆洞嗎 怎麼看這個都是沒有洞的才對啊 啊 原來洞是在防止跟夢想的旁邊啊 啊ACCM這下糗了 尷尬 尷尬 可以走了 Doubt要走了 沒有打算要走 直接硬尻 又拿一吋 開局領先三吋 怎麼輸 我想不到Doubt有輸的原因啊 因為這邊開局拿三吋 待會Doubt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又可以繼續領先村民 基本上是輸不了 好這邊想要打殘血的田 沒有打掉 回頭反殺弱馬 好這下真的戳不去了嗎 欸有動嗎 哇戳到了一下 再過來戳掉 哇這個牆壁搞定 OK這個木牆低調 再重新補一下 哇真的是要從木頭拉到房子這裡才行 從房子這邊拉有時候會沒有拉到底啊 好那最近呢我們在YT的社群公告上面 有講到我的電腦CPU燒壞了 我看了一下他那個爆修 發現只有CPU燒壞而已 我就立刻買了一個新的12代的12900 這個KF的CPU來用 所以跟大家說可能會休息一個禮拜的示威力 我日更影片喔 突然又不用休息了 反正想說可以放個長假喔 突然又不能休息了 好這也是喔 感謝各位的支持喔 讓我才有這個CPU 可以馬上換的這個經濟能力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DOT 這邊是點下的城堡Style也點下的品種喔 博文帝人則是點下的二級農田跟一級的採框 挖經濟技術 這個經濟優勢喔 開始要開始累積起來這個優勢喔 要早點點下輪軸技術喔 跟手推車會比較好 還有這個二農二木喔 三農三木博文帝到底要點喔 這件事情喔 我是覺得三級伐木可以考慮 三級農的話 如果真的要打大後期 再去點就好了 基本上可點可不點喔 畢竟這個資源量在前期來說 食物的要求 或是木材的要求也是蠻龐大的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現在DOT是點下的一弓 那現在城堡Style還有30秒的時間 那現在洛馬 怎麼又一直溜進去了 到底是哪裡有洞阿 你又怎麼進去的DOT 到處都有洞 這個洞阿 可是他剛剛補起來了 還是右邊這裡溜進去的 應該是 好那現在兩邊突然轉龍了 沒有人再開始繼續大軍壓制 選擇了偏經濟的開局 那這邊TC開完之後 3TC可以正常運轉之後 再去轉騎士喔 會比較好 不然這時候開3TC又按了一堆騎士喔 就很容易斷村喔 反而讓自己的經濟喔 變得沒那麼好 標識你的騎士又沒有打到東西喔 那就真的是頭破血流了 那DOT這邊是波斯的關係 現在還可以出駱駝反制馬國 所以有些玩家遇到騎士爆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打 不過你是新手的話 玩波斯喔 就沒這個問題喔 他打駱駝你也打駱駝 如果你駱駝打不贏 你可以轉槍兵 也沒問題 如果真的想要打工兵也沒問題 封建世代城堡世代打工兵 帝王時代點下波斯公兵 還可以變成免金公兵喔 所以波斯人對我來說 他也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而且經濟會更好 T4運作效率實在是太快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波斯人經濟已經領先了1200 聰明術領先的快要十春喔 DOT現在經濟也慢慢開始轉好 點下了跟蹤技術 前期打得非常非常濃 馬舟也補下了 第二個 準備要來轉 肉麻嗎 還是要轉弱駝呢 這波生女想要解生物 但是被ACCN的肉麻 可以稍微阻止了一下 但第二駝肉麻又來了 生物撿走了 ACCN有看到 這一波應該可以拿下 OK 現在手推車也補下 ACCN的肉麻突襲 抓掉了一村跟一隻生女 把這個生物再拿捡回來 這些村民往前走 阻止蓋TC 好TC稍微被阻止了一下 好 那現在馬卡也開始慢慢補血了 這個火戰船被打了一下 往後拉走 ACCN打得非常非常濃喔 是TC也補下了喔 兩邊都是走一個農 農就對了 好道德這邊有生物 也有黃金 看起來是穩刀不行 可以CCN則是補下自己的神聖思想 三率的血量一起來 待會招想的壓力也會稍微小一些 好二級挖金也點下了 好 十字新奇兵 小心喔 飛波 上去 過不去 往後拉 好 這邊細節都做好 現在也補下了一根城堡 這裏招想 這裏招想 欸 有眼道德這裏還沒有城堡 哇 那這邊城堡就要考慮一下位置了 要插右邊這個位置 還是中間呢 插這邊的話有點危險喔 因為現在城堡沒插 死在落後的情況下 先插城堡 有可能會被對方給控制住在前方的位置 對方巨頭可以在這個 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直接駕駛巨頭反擊 好來看一下這一波大玩的 先騎兵跟駱駝在後方 親騎兵絕對是打不贏駱駝 哇這一刀下去 直接砍了三分之一嗎 高打地的駱駝當然就是可怕 好 那AC現在這一波的重點呢 就是用森嶼招想到駱駝 才有機會打得贏 那親騎兵這裡要盡可能保護住 這邊的森嶼才行 這個駱駝直接往上衝 抓掉了這裡大量的森嶼 導致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的森嶼 新騎兵直接被逼退 還要繼續打嗎 新騎兵可以直接吃很多隻 完了吃光 沒辦法 新騎兵真的是打不贏駱駝 別打了別打了 這裡不是練武士阿 拉走拉走 趕快拉開 好那後方要不要補一個城堡呢 點一個城堡喔 要不要補後面阿 覺得城堡補後面才行 OK道德果然是補了後面 高手們都有這個意思喔 人家時代上得快 城堡已經蓋好巨頭一出來 城堡就會不保 好但是伯恩帝人並不是要打陸戰嗎 而是要打海戰 如果這年的海戰阿 有這個火炮戰船的傷害加成阿 而且他的重型火戰船也有 重型火戰船也是有的 而且來說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可能就是沒有造船員而已阿 所以 覺得海戰來說伯恩帝有點偉妙 說搶不搶說弱也無弱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海戰文明 好後方這裡駱駝跟騎士再次騷擾 ACCM這裡被迫收村 現在沒有足夠的兵力 可以讓自己守住右邊的區域 這裡槍兵已經升級好 還是要先把槍兵送到右邊呢 好到他這邊點下了 凍莊騎士的升級 要點薩瓦爾了嗎 哇靠速點薩瓦爾好像可以喔 薩瓦爾補下去了 關鍵的情況來了 薩瓦爾這邊成型之後 ACCM只靠槍兵應該是能守得住 但可能還是要轉一些火槍或火炮才行阿 或者也可以轉馬上清中兵 在ACCM的選項有很多 也可以點遊俠 那遊俠跟薩瓦爾不打的話 絕對是打不贏的 因為血量上就已經劣勢的情況 基本上180血的遊俠也會輸給薩瓦爾一刀 那如果是打遊俠的話可能會也是劣勢 但是不打的話又沒有足夠的機動性 產能來說的話馬上清中兵也不是這麼的優勢 所以現在ACCM要轉什麼兵喔 是需要思考他 可是覺得轉步騎作戰可能最好 槍兵配薩瓦爾 槍兵配馬上清中兵加上遊俠 這個打法喔 打波斯可能還算不錯 跟對方轉火槍阿波斯轉火槍波斯攻兵都還是能打 好後面這根城堡架起來 現在博弓地人 正面巨頭開始攻城 這裡的重裝騎士有點被戳到頭獲血量損失掉了一些騎士數量 完蛋了DOT這一波有點危險 薩瓦爾還沒升級好三攻也是 這一波開戰並不是明智之舉 OK薩瓦爾終於提升好了 好 雙防全滿近戰防護6 遠防8點 坦度非常夠的 CB單位 OK 現在薩瓦爾還需要一點時間 好 這裡終於抽掉了 右邊的火戰船 槍兵要上來直接硬戳了 要排戳 薩瓦爾往前坦 但是波斯還沒有化學 現在不能轉出火槍兵 但左邊城堡順利拿下 右邊DOT直接被炸了一波 薩瓦爾直接殘血了 好這一波又可以炸一下 喔又炸了一些血量 大量槍兵直接把薩瓦爾直接戳成白癡 DOT後面城堡也掉了一根 現在城堡的擊殺數是一換一啊 BCCM這裡再努力的 再把自己的槍兵自然再繼續往前拉 開始轉出火炮戰船了 火炮戰船出來 傷害還可以再增加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增傷火炮戰船 傷害是多少點 平常沒什麼機會看到 好大家看到這邊火炮戰船 是來到了 十五十加十三點 六十三點的傷害值啊 哇這個傷害很可怕 不然是要打人啊打建築物喔 傷害都很好 好這邊還在兩邊開始互打啊 但是槍兵其實打戰劍三很高喔 可以看到這邊戳一下會掉一大個啊 槍兵 打海 打船為什麼這麼強 有人說是因為 這些槍兵到了海上 能打到船艦就變海盜了 所以打船艦有這個額外增傷效果 這個 講起來是有點有這個道理在啊 但怎麼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這個槍兵不是拿著火槍的槍啊 是拿著長槍的槍啊 好道特這邊是繼續轉出了火槍 是接續不是繼續 接續轉出了火槍 ACCM點下了三級農田 三級拔木 OK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要不要點三級農三級木 好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打越後期啊 這個三級木頭點下去還是有加速的 好又來炸一波 哇 直接搓爛 槍兵搓船強無敵 現在布斯人還沒有轉出火槍出來的關係 現在巨女投射打不起來 幾乎黃金直接被ACCM控了回去 ACCM現在有點舒服 火槍也有這個增傷效果 好 道特這裡果然沒有黃金 馬上轉出了波斯弓兵二級射 弩子環跟弩兵的升級 對付這些槍兵來說 免金攻兵 就是比較香 好火槍兵再往前 射掉了一些疾兵 好有點被槍兵戳到了 有點趕快戳 走走走 往後撤往後撤 好槍兵倒了很多隻 這個城堡又要被拆掉 現在道特有點缺境的關係 他只能轉出了肉碼 但現在肉碼還沒有升級到大肉碼 還需要600塊黃金 還差了100多 現在要通過買賣的話 黃金也是不夠 那這邊是選擇了先升級的自爆船 這個爆破船等下去 有黃金出得了嗎 這是個深刻的問題 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們都知道 這張地圖的重點 其實是中間沒有錯 但其實呢 即使中間控住了 如果你家控不住 後面這裡控不住的話 有控就跟沒控一樣喔 所以 道特這邊的 唯一的 打贏的方法 可能就是要去偷家了 正面打不贏 就偷家 好 這裡槍兵直接戳掉了一堆清奇兵 槍兵直接往裡面開戳 道特右邊的經濟有點炸裂 右邊繼續想要衝 但是AC建議島就已經防好 大石牆已經準備好 左邊補了一些工程機製造所 這是要轉火炮嗎 好 這裡換伯恩帝人開始轉騎士囉 我有黃金了 轉了三弓 遊俠再稍微等一下囉 現在槍兵在裡面有點無法無天 完全不怕 反正送掉之後 這些槍兵還可以再轉遊俠出來彈 先轉槍兵再轉遊俠 這個流程相當好 現在火槍兵把這些衝兵給逼退了 道特現在有點難受 現在只有免金工兵 波斯工兵可以給對方壓力 但波斯工兵要打遊俠還是有點吃力的 但道特這裡沒有點下大槍兵的升級 待會遊俠真的要是貼上來 可能這裡會真的扛不住了 好 好 先來大洛馬 稍微砍一下這些 殘劍 波斯工兵努力的防守 這些槍兵 損失的聰明數有點多 道特資源上 剛剛算是贏了 三千資源 但是現在被AC箭慢慢打了回來 道特這邊是用火槍加上波斯工兵 來處理敵方的重裝騎士 好 左邊的馬就一開始慢慢補了起來 右邊七級兵還是沒有找到洞可以進去 太難受了 道特 如果凡是自家側面 開始有大量槍兵在家裡出來出去 聰明書一直在下降 白堆肉也投資到了聰明身上 薩瓦爾數量現在也不是很多 最多黃金兵配薩瓦爾 現在道特家裡是比較不好過的 好 這些船艦繼續守住火炮戰船 跟巨型投資機 前方的這些建築產人都被拆光了 好 道特還是有機會 遊俠已經升級好 這一波關鍵了 到底能不能從中間切進去 欸 結果清奇兵突然從這裡殺了過來 沒有想到這一波有機會抓到大量村民 但是道特家裡自身也是同樣的問題 一堆槍並在農村裡面走來走去 左邊突然有一坨遊俠被吸引過去 突然開戰送掉了幾隻 好 ACCN家裡問題應該還是能搞定 但是問題是這一分 側面的薩瓦爾數量有點多 這波翁城有機會嗎 道特現在槍門是只差一百村 空氣快要來到極限 遊俠數量越來越多 ACCN並沒有把槍兵王左邊補嗎 好開始有補了 在左邊槍兵走過來 但是遊俠 居然還是勝過於對手的 只要遊俠數量夠多好像就沒問題 後方的火炮 努力工程當中 ACCN進程著想要守住這一波的會戰 這一波會戰突然開打 側面突然一致排開 薩瓦爾被槍兵戳到頭破血流 薩瓦爾直接被吃乾不齊作戰 ACCN成功拿下了道特 我們恭喜ACCN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把ACCN打得漂亮 不騎作戰 在於跟對方打騎士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作戰策略 那遊俠即時轉出來也是很關鍵 連遊俠的產能真的是快 不然要是剛轉馬上清中病的話 可能還沒成省了 就扛不住也有可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有道特拿下食物的勝利 但是ACCN黃金、木頭、石頭都贏的狀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